我们总觉得当年蒙古人打完宋朝之后就结束了扩张 于是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说蒙古为什么不打越南不打日本 打完宋朝就歇菜了 其实真不是 越南日本这两个国家 忽必烈特都打过 只是结果都一样 输了 蒙古和越南先后打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1257年 当时蒙古已经干掉了云南的大理国 打算从云南南下干掉越南 以此来完成对南宋的全面包围 越南此刻是陈朝时期 当时陈太宗听说蒙古人要大老远过来搞自己 立马整张备战 蒙古人的战斗力确实厉害 刚开始打了没多久就把越南推平了 还占据了人家的国都 可是越南最大的特点就是热 从西伯利亚来的蒙古人根本受不了 很快病倒一大片 再加上粮食供应出了问题 最终蒙古人撤兵 第一次入越失败 但是越南好歹还统一类向蒙古朝贡 到了1284年 忽必烈又来了 战争刚开始还是一边倒的局势 越南人尽管是有所准备 尽管是人心狠奇 但是和蒙古人正面硬钢子 真的就是作死 国都河内那个时候叫生龙 很快也是被攻陷了 这一路蒙古军队直接打到了 现在越南广治省的地界 可没过多久和上次一样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蒙古军队又病倒一大片 粮食供应又出了问题 无奈之下蒙古只能撤军 第二次蒙古又失败了 忽必烈算是被弃坏了 1287年 蒙古第三次进攻越南 这次专门让宋朝的降兵冲到前面当炮灰 蒙古人居候 没想到刚开打 宋兵就不干了 一个字往后冲 这一往回冲就把后面的援军也给冲散了 30万大军就剩下了十多万回到国内 就此援朝正月算是彻底失败了 不光越南那边 日本也是一样 忽必烈东征日本打了两次 第一次东征 900艘战船15000人 势如破竹地打到了日本 但援军的军舰却在最紧要的关头 被台风给击沉了 第二次东征和上次一样 也是被台风给击沉了 可以说蒙古帝国能在日本和越南这两个地方翻跟头 主要是因为此刻蒙古人已经把自己撑得太大了 从东亚到东欧 延绵万里的土地 光知道打 不知道经营 走到哪都像以前放牧一样 那后勤肯定出问题 就在蒙古第二次打越南的时候 蒙古帝国就分裂了 变成了一大堆的韩国 此后就过上了草原木鹅的生活 对社会底层的经济化管理 压根就没有建立起来 最终在基层的溃败之下 大元朝不到一百年就结束了 空帝国人的福态 沉古帝国的事件 我可以帮你